刘鸾雄发声明承认低价买入了吕丽君的豪宅,并透露了买房原因。 前几天记者会上,他不留情面地嘲讽吕丽君很蠢,用低劣的招数接近他,被如此束落,吕丽君却始终保持沉默。 媒体随后爆料,他之所以不敢出声,是因为投资亏掉了20亿财产。 要破产了,他现在很需要刘鸾雄帮助。 6日晚,刘鸾雄以首次置业的身份,购入了吕丽君位于丸仔的顶层特色单位。 这套豪宅交易价为4000万,较单位股价低近16%, 刘鸾雄回应这套房子买来不是自用,而是租回给吕丽君,日后或转赠给妻子干比。 可以看出,吕丽君现在的经济状况真的很不好,当初刘鸾雄赠予他的财产。 他的身家达到20亿,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富婆,没想到才过了几年。 他就败官20亿,面临破产,他来这位女博士似乎不是做投资的料。